這是一個奔馳的那個老闆 應該是這個奔馳在電動化目標的陣道 就做了這個一個引擎燃料 大約在2000年的奧運會 這個歐盟的那個示範小服務 曾經就是這個第一代在中國有過示範應用 現在的第三代也屬於第四代的引擎燃料 就說大家看到這種所實用的 以來說是電池的 三元的電池 未來的 這個淺然的電動車 因為這個氫 放到這個上面 他們那個空間都有環境的這個 對 我們也會看到它的這個標準 是很大的 在我們中間來加速 在我們中間來加速的 我們先到這裏 我們先到這裏 這個東西 我們先到這裏 比如說 按照自己的 我們要來看這麼多的 我們要說 我們自己的 我們要來看這個 還是每個 我女兒 或是我們要來看拿出來的 若一看的话,就跟奔驰那些标准的厂,都没有太多的特别的地方,因为这个是陈身巴士的系列, 合料上来讲,基本上是一致的,包括这种色彩啊,这款车的色调跟那款车的色调稍有一点点不一样,这种微妙的区别。 它的主要在于这个动力,刚才已经提到了,刚才是那个98个千瓦,一个模块,一个车里面是5个模块,将近就是596,也可以说相当于500多点。 那么我们国内的一般的12米的公交是大约就是说200到300多点,就是他们基本上比我们多一倍的重量。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电池,这个三元的那个重量来讲的话,那我们也想想,这个跟这个轻易比较的话,那就可能就是这个这个轻易过程能不能能源效率就会高很多。 当然我们也有人说就是讲这个氢燃料这个所谓的它的那个跟这个电池电动,如果以电的消耗来做比较,他们有人说这个氢燃料就没有那个电池电动高。 而我们为什么这个氢燃料就是未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能源的这个终极目标,而这个电池电动是一个中间过渡。 好,这就是我们会看得到,大家就是从两个楼,出发点是不一样。 第一个这个出发点,这个氢燃料里面来讲,就是说我们假如使用电力,假如都说使用100个千瓦时,我们把这份100个千瓦时的这个电力,那么我直接乘坐到这个所谓的电池上,让这个车辆来行驶。 假如说我们这个氢燃料车,我们把也是有100度电,我们再去让它来提炼分解为氢,让我们把它灌在这个氢灌里边,然后再来这个燃料堆在驱动过程当中,就是想到这个产业链当中,它把什么呢,这个所谓的变换电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放到这个车上来,而这个电到电区,这个能源效率转换,它是最高的。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派流化的这种观点,当然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你想想这个500度电,这个车身的重量大概应该在4吨左右,这个4吨左右,我这个能源这个轻量化,我比它74吨,这个能源这个车的车的轻量化,同样是要消耗的能源啦。 所以说这个来讲,这种两个效率,说说我们说单一的观点,中国的观点,包括受贵能源的这种观点,欧洲能源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电池电不是, 因为因为电池还有一个所谓的对辐射啊,包括这个电池当中用金属来分离电脂啊,这些金属材料当中将来使用后的回收,对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用可持续的这种观点来看,那么这就是大家究竟由于选材料电池,还是氢燃料,在欧洲,那么从整个展会当中,20几家公司做展出,有10几家公司做展出,有10几家公司做展出, 所有氢燃料的车,因此呢,我觉得氢在欧洲的战役发展,在过去十几年,他们已经完全攻速了,氢采出外来的方向,谢谢。 谢谢。 谢谢。 。 谢谢大家